唐色基金會在西門紅樓十字樓二樓辦了一個特別的展覽 這個展覽的主題很酷 嘿,小唐我在這 那我們來看看,他要告訴我們什麼 跟著樓梯上樓 來到的第一個區域是一個可以讓大家拍照打卡的互動區 這個風格就像一個雜誌封面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成為雜誌封面人物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雜誌封面裡的文字告訴我們 世界上有好厲害的唐寶寶,指著大家一起學習 往前走是一大片黑板塗鴉 黑板上寫滿了好多文字 原來是每個人成長的歷程 仔細閱讀,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經驗跟每個人都很像 無論是不是唐寶寶 原來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相同的經驗 唐寶寶與我們是這麼的接近 誒,你有沒有發現 黑板上海話的烏龜,長頸鹿 這些圖案在對面的海報上也有 原來正是在告訴我們 唐寶寶在成長的過程 雖然與我們這麼的接近 卻也有這麼一點點需要幫忙的地方 陶寶寶寶基金會提供了相對應的服務 來補足唐寶寶的需要 這是不是讓爸爸媽媽安心很多呢 再往前走,我們看到很多唐寶寶的照片 他們的笑容好可愛 轉過來是另一個空間 有好多唐寶寶的自大象 用雷射雕刻印照出來 感覺好光亮 在這裡如果可以停留久一點 好好欣賞光影前方的影片 尤其是影片中 爸爸媽媽給唐寶寶的話 你會發現 原來這些叮嚀和提醒 就跟爸爸媽媽平時和我們說的一樣 我們都是爸爸媽媽的驕傲 往下走 可以看到另一個空間 學不好的色彩繽紛在染色體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唐寶寶是因為人體的 第21對染色體多了一條 所以這方面的發展 都有一些需要幫忙的地方 沒關係 讓我們一起走到最後一個展區 可以看到唐寶寶寶寶 提供了好多服務 在唐寶寶寶的成長過程中 我們可以利用早期療癒 透過感覺同和訓練 讓唐寶寶跟上發展的速度 找到後 也可以透過小作手的訓練 讓他們維持作業的技能 如果能力好的唐寶寶 他們也可以在庇護宮那裡工作 愛不囉嗦 就是龐獅人基金會的手工餅乾品牌 他們做的餅乾真的很好吃喔 有沒有覺得這個展覽很棒啊 趕快一起來吧 2月26到5月9日 我們西門紅樓見囉 嘿小唐 我知道你在這兒 我也在這兒 你應該會比較看的 你應該會比較看的